这个度要达到一个健康态 这实际上就是独家自相所说的中庸之态 人与人之间交往 国与国之间交往 就像刚才王老 做了之后呢 就不是健康的状态 那么只有把握了健康的状态 大家共同贴商 共同贴商来解决 这个矛盾当中发生的问题 使双方的标准 双方的利益 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契合度 也就是 这个时候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 谢谢两位老师 对于和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这个次进行了这样的解决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王姐教授 来为我们解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尽可的内涵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 那么有人知道这两幅标语是什么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那么这两幅标语 为什么放在中国最核心的位置 放在天文城楼上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世界人民大团结 不就是中国古代 结合万邦 万国前民 天下一家思想的阶细吗 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更细吗 习近平总书记 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对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 领境的思考 中国正通过自己的努力 追求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愿意 中国将对人类做出 新的更大的负献 中国有信心 中国正有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 思想解决人 中国是一人 给我们带来的 真理解释生动相识的解决 中国文化当中 中国以来 一直有一个天下大型的名下 这也是中华文明 对世界文明的巨大的贡献 而今天 习近平所持 举处的 各线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样是具有宏大的历史训业的 也在为解决人类未来 最深发展的问题 举行了具有中国智慧 也充满了中国文化世界的计划 计划 历史 这是未来 历史的长河 是连延重点的 但是 大道之类也 虽大为征 虽大和道 也居然却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次重温 过去的那些新典篇章 我们再次感受 历史议典总之类 运动人类一般的 新世代的 尽头弯的 深锦内泳 浅骞山人 灰之leton 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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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